我告诉你啊,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炸的豆腐丸子,这样做才酥脆好吃,豆腐捏个稀巴烂,加盐,五香粉,胡萝卜,葱花,火腿肠,两个鸡蛋,酥脆的关键是加一包脆皮酥肉粉,全部抓拌均匀,用虎口挤出丸子,六成油温一粒粒下锅,炸至定型后伸刀油温复炸一遍会更脆,这样做的豆腐丸子喷香酥脆,一上桌就抢光,鸡蛋加水煮8分钟,敲碎蛋壳,加生抽,老抽,姜片,只需一包茶叶蛋料包 加水煮30分钟,浸泡一碗味道就更入味了 我告诉你啊,马上就要过年了,年月饭上炸一道萝卜丸子,寓意着和家幸福团团圆圆 切好的青萝卜丝,胡萝卜丝,撒点细盐,抓拌均匀变软后再用力攥干水分,加五香粉,葱花,两个蛋,来点肉末,酥脆的关键是加一包脆皮酥肉粉,全部搅拌均匀,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六成油温下锅炸,炸至外壳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全家都很喜欢,女孩子夏天别总抱着奶茶,这样煮粥比奶茶好喝一百倍 准备红米,黑米,糯米,红豆,花生,全部清洗干净,加适量漂亮水,隔水炖120分钟,最后加红糖,牛奶搅拌均匀,营养又好喝 自己不会搭配的可以选这款杂粮粥,每周不一样,周周有营养 99%的人把红薯买回来只会争争吃,像这样炸一个红薯片,又脆又甜,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红薯改刀切厚厚的薄片,碗里放一包脆皮酥肉粉,搅拌碗清水,霍霍均匀 再来点食用油搅拌均匀,裹上一层脆皮浆,六成油温下锅炸,炸至外壳酥脆就可以了 酥脆香甜,一上桌就被抢光了 我告诉你啊,过年要是炸一道这样的蒜香排骨,啃完手指都得做三天 洗净的排骨,加盐,胡椒粉,生抽,蒜末,姜末,洋葱,全部抓云烟半小时入味 碗里打两个蛋,一包酥肉脆皮粉,少许水,调成浓稠的脆皮糊 排骨去掉料渣,淋上脆皮糊,全部包裹均匀 六成油温下排骨,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了,喜欢就给家人安排吧 红糖和稀米一起煮,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关火再焖20分钟,黑糖珍珠就做好了 糖和茶叶一起炒,炒至焦糖色倒滚烫的开水,纯牛奶,焦糖奶茶就做好了 杯子里放两勺珍珠,倒入焦糖奶茶,一杯超减家庭版黑糖珍珠就做好了 糖和茶叶一起炒,炒到焦糖色冒泡泡,加入开水,继续加入纯牛奶,自制焦糖奶茶就做好了 宅家来上一杯,好喝还不贵 两个鸡蛋,一勺糖,一盒纯牛奶,充分搅拌均匀 准备蛋塔皮,倒入蛋液8分满,烤箱180度20分钟 家庭版蛋塔就做好了,香甜酥脆,小朋友们超爱 土豆切小丁,火腿肠切小段,土豆下锅煮熟捞出 油热下土豆火腿肠,煎至金黄 好吃的秘诀是这个烧烤料 撒上烧烤料,葱花拌匀即可开吃 隔壁小孩都馋得流口水,真的太香了 把豆皮做成辣条,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豆皮上锅蒸两分钟,来上一包烧烤料 热油激发出灵魂,拌匀就可以吃了 我告诉你啊,下次你要想吃酸辣柠檬鸡爪 你就像我这样做,它是真的比买的还好吃 鸡爪冷水下锅,加料酒去腥 煮15分钟捞出过凉水 加蒜末,小米辣,洋葱,香菜,配菜黄瓜和柠檬 一袋泰式风味汁,抓匀腌制半小时就可以吃了 酸爽又过瘾 天气乐孩子容易出汗 我每周都要包两次绿豆裙带汤给他们喝 先把焯水的排骨倒入砂锅 一碗冻好的绿豆,两片生姜,一次性加满自来水 扣盖炖半小时,这个是宝宝裙带菜 只要一点就能泡发一大碗,都是小面叶 这时候绿豆都已经煮开花了 放裙带菜煮养分钟 只需加盐和生抽调味 这样炖的汤汤鲜味美 每次女儿都要喝几碗 我告诉你啊 年夜饭上一定要安排这个清蒸芦鱼 寓意着年年有余 芦鱼背部各划一刀 盘底铺葱姜,摆上芦鱼 淋一勺料酒,水开即时再上汽蒸8分钟 好吃的关键是来点这个酒店都在用的白灼汁 撒点红椒葱花,热油激发出灵魂即可 过年大鱼大肉吃多了 一定要给孩子安排这道山药做的甜品 酸甜可口还养胃 山药切小段 上锅蒸熟 两勺蓝莓酱 两勺蜂蜜 两勺白开水 搅拌均匀 蒸熟的山药放点纯牛奶 压成山药泥 用叉子凹个造型 淋上酸甜的蓝莓酱 香甜绵软还特别健康 孩子早餐吃什么 西红柿 葱花 鸡蛋 盐 一大勺儿童生晒虾皮 面粉 搅拌均匀 锅中刷油 倒入面糊 撒芝麻 中小火煎至三面定型即可 这样做的儿童早餐 营养又好吃 对